總統拜登8月24日宣布 將為絕大多數借款者減免1萬元的學生貸款 聯邦政府歷史上從未採取過如此大規模的減免學貸措施 拜登宣布的措施顯示 年收入不超過12萬5的美國人 每人可以減免1萬元的學生貸款 由佩爾獎學金資助的借款者可以減免2萬元 因為這個獎學金是針對貧困學生 仍然在讀的學生借款人也有資格獲得減免 只要他們的家長符合收入要求 報導還指借款人只要在2020年或2021年的某年收入不超過12萬5 則有資格獲得減免 另外拜登還宣布最後一次暫停學生貸款還款 直到今年12月31日 這個前所未有的措施圍繞減免學貸的激烈討論獲上一個句號 由於美國人普遍受高通脹衝擊 進步派民主黨人主張給每個人減免5萬元的學貸 甚至更多 但拜登一直不願意這樣做 而暫停學貸還款的措施 則是疫情初期特朗普政府出台的 到今年由兩屆政府先後延期六次 據統計顯示 截止2022年第二個季度 全美約有4500萬人背負學生貸款 債務總和超過1.7萬億美元 這個原額遠超過信用卡欠款和車貸 由於近年來高等教育收費持續上漲 美國人欠學貸的平均原額高達3萬元 遠高於1980年代的1萬2 即使是2019年 也就是疫情來襲之前 美國經濟處於多年來最健康狀態的時候 學貸已經成為了一個問題 當時只有約一半的借款人正常還款 四分之一也就是超過1,000萬人 處於借務違約狀態 其餘的借款人則申請了暫時延期還款